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它说锈在这个自然界中有两种同位素 分别是锈79跟锈81 那射它的原子量分别是79.0000跟81.0000 那若锈79的这个相对存量是45% 那请问锈的平均原子量是多少 那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锈79如果是占45% 换句话说锈81就占多少呢 就是占55%嘛对不对 那平均原子量要怎么算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平均原子量 平均原子量呢应该是要等于 各个同位素的原子量去乘以各个同位素的比例 然后再加在一起也就是说 对于锈79来说呢 因为刚好它的原子量是79.0000 然后呢去乘以它的比例 百分之四十五 再加上呢 诶锈81的原子量 81.0000 去乘以它的比例 这样子经过一个我们所谓加权平均的过程 就可以了哦 那当然呢这个数字呢 或许呢大家比较不喜欢算 不过呢我们用一个偷吃饱的方法 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看哦79不是80减1吗 乘以百分之四十五 再加上呢 81不是80加1吗 乘以百分之五十五 OK 所以呢就变成我们各自把它乘开 就变成八十乘上 我们都把四十五 百分之四十五呢 变成0.45好了 0.45 然后呢减1就变成 减到0.45 再加上呢 80 乘上0.55 再加0.55 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 这边是80乘上0.45 加上80乘上0.55 所以我们知道可以做什么 就是你可以把它合并嘛 对不对 可以变成倒回来的这个分配率 所以就变成80乘上 0.45 加0.55啊 那其实就是80乘上1嘛 然后减掉0.45 加上0.55 所以这边就等于什么 加上0.1啊 所以这边是80乘上1 再加0.1 所以你算出来的平均原子量 就是80.1了 OK 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这边要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 是说呢 我们的原子量 每一个原子的原子量 好 这个79.0000 跟81.00呢 并不一定跟这个所谓的质量数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前面已经呢 有特别强调过了 原子量呢 并不一定等于质量数 因为质量数是什么 质量数记得一件事情 它是 直子数 加上 中子数 那它常常呢 会跟原子量的大小很接近 但是质量数永远是整数 可是原子量 因为它是跟碳12 比较来的结果 所以呢 它常常 后面 其实是会带有小数的 那只是这一题呢 题目它故意让你 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数字 来做计算 那不过有一天呢 如果你看到某一题的题目呢 它完全没有给你这个条件 它完全没有告诉你呢 原子量是多少 它就只有告诉你说 秀79 跟秀81呢 分别占45% 跟55% 如果真的题目只有这样给的的话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你就不得不暂时把质量数 当作原子量 记得哦 是暂时 它并不是真的是原子量 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条件嘛 所以如果题目它真的没有再额外给你原子量的话 就直接要你去求平均原子量 那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质量数暂时拿来当作原子量 但是记得再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它有给原子量的话 你就要直接用原子量 因为原子量其实并不等于质量数 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哦